腿上两条筋拍拍打打调脾胃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脾胃一须百病重生 而调理脾胃除了用药和饮食调理之外 我们还可以每天拍打拍打 腿上的这两条筋络 辅助调理脾胃健康 第一个是足阳明胃筋 足阳明胃筋它寻形于腿的外侧圆 那么靠前的就是我们的胃筋 足阳明胃筋 所以我们拍打的时候 用空心掌从上往下 慢慢的拍下去 那么拍打过程里面 我们会经过足阳明经的一个重要的穴位 足三里 那么在足三里这个穴位 我们重点的拍一下 然后再下来就是风龙穴 风龙穴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吸窝吸眼的外侧 跟我们外怀的上缘 这个连线的中间 这个点 那么这个风龙穴我们也要重点的观照一下 然后一直拍 拍到我们的踝关节 拍到这里 我们可以转过来到内侧的足太阴脾筋 那么足太阴脾筋呢 在我们腿的内侧圆 我们也经过了三阴脚 我们也经过了三阴脚 逐步的三条阴晶交汇的一个点 从下往上轻轻的拍 一下一下的慢慢拍 当我们拍到这个膝盖下面这个凹陷的地方 这是阴灵拳血 那么这是脾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 拍到阴灵拳这个地方 可以用力的拍一拍 揉按一下 再拍一拍 那么脾胃有病的话 你轻轻的按摩 点按这个穴呢 它会非常的疼 拍到这里 再上来 上来来到膝关节上方 隆起这个地方 这是穴海穴 那么这个地方都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 一直拍 拍到大腿的内侧 然后我们再转过来 再拍胃筋 如此循环 这个胃筋 它是阳筋 我们是从上往下拍 然后到内侧是阴筋 从下往上拍 在这个地方重点关注一下 你学会了吗